在新疆吐鲁番 一辆货车经过高速车费战时 被工作人员发现没系安全带 而且他还总是低头忙活 不知道在鼓的啥 工作人员便通知了交警 交警马上将这辆车蓝停检查 就在交警检查时 司机脚下探出了一个小脑袋 难怪这位司机总低头 这么远的道成天成宿的跑 小狗在脚底下趴累了 肯定是要活动一下 于是他就把安全带解开 时不时的伸手安抚安抚小狗 这么一来很容易发生意外 由于没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交警依法对这位司机 处以200元罚款 驾驶证计二分 并要求他将狗安置到狗笼子里 再带上车